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要重视我们的清明节的祭祖 我们有七天的祭祖 有尊道贵德的祭祖 那么今年的清明节 刚才也跟团队商量了一下 特别的对于没有在祭祖堂 万幸祠堂设立祖先牌位 设立自己的家族 共司地的 祭祀地的这样的一些大众 我们给一个特别的优惠 具体的细节你们跟工作人员去联系 就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祖先 把自己历代祖先过去七十父母就共同起来 因为我们的祭祀堂是个道场 有二十四小时的香火 有二十四小时的修炼的一些内容 那么实际上请他们来 跟在家里你祭祀是不同的 是在这修道 通过他们的修道释放的业力 你这就少了很多的障碍 这个我们有大量的案例 大家可以跟工作人员去了解 这些感应的事迹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清明的一个重要项目之一